三三两两一组穿梭在人潮之中 短短几秒就能摸走你的宝贵财物 守法守恋 外国联孔 团体作战行窃 这些都是跨国窃盗集团 窃盗集团最常出贸的 就像是这样人多的商圈 以及观光景点 而他们最常偷的东西 包含了现金之外 另外还有高额的宝石商品 当然还有精品名牌包 以及3C用品 名牌精品3C用品成为偷儿最爱 因为这些东西最好嚣张 但爬窃集团勤切购 因为在台没门路 狠急的话大多到跳蚤市场便宜卖 但大多选择运回国内 它一定是台湾有配合的所谓for order 就是那种报关行 这个货运行我不算公斤 我就是帮你保证通关 保证通关意思就是什么 我寄回去我不过X光机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比如说一台手机200块 一台平板250 散货汉人并贵运出国 脏货出境了几乎追不回来 嫌犯都是以观光名义来台 自由行每次可以停留15天 但脏物一离生做运送 警方很难最正确凿 想在嫌犯飞出国前逮人 也得和时间赛跑搜证 偷了几只手机你都在身上 他们就抓得好 就算你来了10天被抓到 你身上也没东西 那你没有账户 你没什么皮条 2017年11月 世贸珠宝展 曾经有菲律宾籍窃盗集团 偷走两亿钻石窃案 这一类高额奢侈品 早就找好收购主 窃盗集团才会来台下手 犯罪吃干抹剑后逃出国 警方想逮这群不欢迎的外来客 恐怕得多花脑筋 记者夏日正王一竹台北采访报道